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一身产自南韩的服装 进去有个大兴宴会 庆祝金正日诞辰75周年招待会 2月15号 一定要记住这个日子 因为朝鲜很多时候比如说发射个导弹、原子弹 经常会捡一些重要的日子 2月15号这个日子很重要 昨天是个招待会 你这个日子信息很重要 2月15日是他的生日 是吧 金正日的生日 2月14号是Valentino的情人节 2月13号是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日子 最近朋友圈有人研究出来了 真的是2月13号吗 我以为是为了凑 2月13号晚上大郎来喝了这碗酒 明天就过节了 那时候应该是农历 他计算出来的 他半年历计算出来 对算出来的 所以这事我觉得 你看我干这么多年这个新闻工作 现在的这个信息形式 让我有时候有点虚无主义 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新闻 跟谣言在我脑子里都是等一词 比如说我刚才跟他们说 我说我看见一个新闻 说金正恩非常难过 说是哭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的会都没参加 后来他们说你那叫什么新闻社发的 他说没骨的事 对可能洋葱社 你在他那看见他们朝鲜人有什么异动 一切都很正常 就是该干嘛干嘛 该说啥说啥 那只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一桌的有一位朝鲜官员 带着他们领袖的像章 他们都要带像章的 每个人都要带 我就吃了十分钟 我想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我总要问问 我就说这个 是不是合适题 你们有个人叫金正男 出了点事 你知道吗 他听了之后想了想 我以为他不会跟我说 他还真跟我讲了 第一句话 也就是第一层意思说 这是韩国报纸先报出来的 南韩 他说是南朝鲜 他不叫韩国 他说是南朝鲜 南朝鲜先报出来的 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事情 他认为 为什么是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 是南韩的报纸先报出来 所以南韩有 嫌疑 他这个意思说的很明确 有嫌疑 哦 他还说了第二层意思 就是说 是我提的 说你们这个是你们国家的公民啊 你是不是要把它给 给给给给运回你们那去啊 他说那当然了 我们一定要把议题给给要回朝鲜 听说是朝鲜大使馆提出这个要求嘛 要把议题要回去 但是这位朝鲜同志他跟你说的时候是你觉得这个表情是严肃的还是沉痛的还是微笑的还是像闲聊的 是很严肃 但也不是特别严肃 就是说就像我们在一起讨论事情很认真的在跟我讲 哦 他也没有故意的流露出厌恶 也没有故意的表示悲痛 就是在场大家也都没有其他的任何表示 就是这可能外交人员啊 外交人员 他们受过的训练 而且在这个宴会之前统一的进行新闻培训 对 一定会有人问他们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说什么口径 这就是要给他们进行培训过的 那这个下面就是财富新闻社的这个有什么内幕 因为金正男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人 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就是有几个房子做一点小买卖 你如果是被抢劫啊 就会有抢劫的形式去杀掉他 但是那种剧毒的毒药在公共场合 它是符合政治谋杀的一切要素的 韩国人是绝对不可能去谋杀金正男的 为什么呢 那不帮忙吗 那不帮金正恩的忙吗 哎 要是韩国人干了 他给你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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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水引向这个 这个还真不一定 金正恩 对吧 或者说这个这个拱火啊 挑起这个南北矛盾呢 实际上 说不定这个金正恩总司令又没忍住 好家伙打过去了 就说 呃 宋教人在上海信心满满要在北京就职遇刺 那时候包括国民党在内包括全国人民都是一定是袁世凯干的 但实际上到最后我们也不能认定一定就是袁世凯干的 就是当你所有人觉得很明显就一定是他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打一个问号 他为什么这么蠢 这时候来干这个事 他的权力已经稳固了 他这么多年清洗 该清洗的清洗掉了 而这时候正好是特朗普上台 美日同盟正在呃 正在越来越好 而韩国也在准备部署萨德 这时候我觉得韩国有可能出手 日本有可能出手 这很多种可能也可能是一些呃 特殊事件 你看人家都说了那个杀手是个网红 现在 停下 你不是网红都不好意思当杀手 可以 哎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啊 这杀手都有照片 我觉得像某著名歌星我怎么觉得 来你再看看啊 这个啊 这是金正男啊 这个已经不在了 这就是你看监控录像拍到的 神的就是说啊 哎 现在做什么广告植入 你谁能比得上这个广告植入啊 据说这个游戏 这游戏里边还真是有杀手暗杀 所杀这这这些款啊 啊 就是 这么一个 听说是抓住了其中的一个女的吗 嗯 然后这张照片呢 这个最左边的 是这个金正男的生母程慧琳的姐姐 然后呢 呃 这个姐姐旁边这两个呢 是程慧琳的之前的儿子和女儿 不是跟金正日生的 嗯 那么金正日身边的这个是小时候的金正男 哎 所以 你看这是金正男的儿子金寒松 呃 也在国外上学 但是听说现在下落不明 可能应该是藏匿了啊 被保护起来了 你再看下边 呃 你再看这个是这个机场当时送这个急救的这个医疗室 你这 呃 这个 这个是发生在我们凤凰卫视 我们有个纪录片节目叫大视野 他们昨天晚上正在模拟拍摄 哈哈 你看看 我说他们演示的 哎 哎 采夫听到这个事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 就是朝鲜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就是我我经常会跟人讲 为什么我们男人不愿意看电视里边的这个宫廷剧啊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看现实中的宫廷剧 因为女人会跟着电视走 但我们看的都是川普和金正恩 而朝鲜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是唯一的 还在上演着古装宫廷剧的国家 就是我们是 起码是我们是一个已经不如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国家 而他们进行的实际上是太子 废太子这个新的君王和他爷爷他爸爸这这一代一代的继承权的解语兴奋的斗争 那这个东西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哦 但是你这个说法也还是等于先入为主 你等于认定就是朝鲜干的 我认定 因为我基本上刚才王冲说啊 有可能是韩国 我觉得不是韩国干的 无论是作案手法 以及那个杀手自己又晕晕的又跑回机场的那个笨劲啊 就是我觉得都不是韩国干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朴槿惠现在自顾不暇 就是群龙无首 他就很难制定出一个周密的一个计划来说嫁祸于人 达到他的目的 那是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这个你看我的这个朋友圈里聊天 我发现基本上就是覆盖你们两大理论 一种理论就是说行真理论 谁是最大的得益者 就是于是呢 很多矛头就指向朝鲜 就说这个爱这是最最 他是最大的得益者啊 但是呢 另一种理论认为呢 实际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啊 往往啊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这个人干的时候 其实呢 往往最后结果 规定是这个人干的 那甚至像你刚才讲的 当年说袁世凯刺瞎宋教人 实际上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学说 倾向于认为可能还真不是袁世凯干的 对 甚至有人说是孙中山干的 但是这可能是没有依据的啊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 就是现在这个互联网和多探头时代 就天网灰灰那个尤其是各个机场里面 你只要做了案基本上瞒不住 不是还有一个矛盾的就是说 一个是认为啊 这种手段 那不能是情杀 也不像是 甚至还有人说澳门会不会什么黑道什么 那都不太像 对吧 但是呢 他显然很专业 但是呢 似乎又很不专业 对 你穿这个LOR就来了 好家伙 而且你选择在机场 这么一个似乎就是非要引起别人注意 然后问题完了之后 据报道 这女的又溜达回来了 嗯 好像成心要给人带着啊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认定是金正恩干的 那么第一 他从中能是否得意 能受到什么益处 第二 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太低估朝鲜的这个特工的水平 尽管他在现代的科技方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 没有美国厉害 也没有摩扫德厉害 也没有克格勃厉害 但是如果他精心设计策划出一个这么low的一个谋杀来 那也不符合他们现在的水平特征 但是有一个现象啊 就是统计 具体的案例我现在说不出了 就据统计就是近年来的这种政治暗杀 基本上发生在公共场合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里边 或者在他的酒店里边 他是得到很严密的保护的 就只有比如在集会的场所 只有在机场 他他在人流中有掩护 你才能够那个下手比较方便 这个是政治暗杀的一个特点 你像金正南这一次很意外的没有带保镖 我觉得他有点放松警惕了 他以前被被暗杀过两次 那是保镖有时候替他这个还击了 他挡了子弹 听说发生过枪战 发生过枪战 那是有保镖的 那这一次就是别人得到了信息 他孤身前往 就把他给干掉了 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政治暗杀的特点 两派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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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我现在看着的新闻跟谣言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 我听到的演绎的太多了 包括港台那边有的传媒 那就是说金正南未必像外界想象的那样 跟金正恩是什么死仇 必须掐死对方而后快 未必 就是说虽然说他跟已经被处决的张成泽 对吧 似乎外界曾经认为他们代表了朝鲜的倾向于改革开放的这一路 对吧 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很难说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真假 就是说实际上金正恩这个角色很重要 说他是朝鲜海外资金的看守人 就比如说澳门有一个什么银行 我就不说那银行名了 说什么自从六方会谈之后 朝鲜的这个这个还是什么家族的这个就资金解冻 资金解冻之后 你看他老往瑞士跑 嗯 这个人老在国际上转悠 就说有一种猜测 就说实际上这个这个在海外的钱 是他看着的 那那么要是这么说的话 像是弟弟杀了哥哥吗 呃 这是这样 就是说金正男呢 在当年在他爹当政的时候 曾经管过一段财务方面的事情 但是呢 他爹非常不喜欢他 金正男特别不喜欢他 因为他是在西方生活的时间很长 他去建议他父亲 呃 搞改革开放 走这个走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 后来就被 就被打扫出了 就是扫出了继承人的范围之内 所以后来就一直是并不得志 不得志中间呢 有传说是他管这个影子银行 影子呃 影子财政部长 有人是这么说 因为朝鲜他的金融是受是受管制的 但是你去朝鲜看看 他里面西方的酒 还有西方的各种消费品 在一些呃 奢华的场所 他们高层都有 那这里面就有一些管道 这里面就说非贸易的 就是地下的钱庄黑市 这里总有人去经营 就是说一说金正男以他这个身份 在外面经营 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是有这种可能 那甚至王老师刚才讲 就说这个谁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个可能 甚至CIA也有可能 俄罗斯也有动机 日本也有可能 韩国也有可能 可能性大小而已 我刚才说就朝鲜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古典主义国家 就是古代古典 对吧 古典主义国家 那他其实就 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金正恩要杀金正男的这个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他是废太子 他在海外 我们别忘了你比如说在明朝 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 我们不是经常一直讲 实际上就是朱棣派郑和去找朱允文 建文帝 那去了很多地方 就是无论你生或死 你尸体我要找到 因为合法性上 朱棣是站不住脚的 他有个三长两短 那个废太子回来之后 或者朱允文回来之后 立马就可以恢复江山 你比如金正恩 可能我他自己 当然有一种这种危险的感觉 因为他的姑父可能跟金正恩就有关系 那也背不住他身边会有人跟金正恩有联系 而且从年龄上 从资质上本来长子是应该继承的 如果他病了 病逝了 那有可能这个就就就就继位了 或者说他没有病 有个 他的身边有人说 我要是把金正恩杀掉 那个人就可以继位了 而那个人是比较开明的 所以永远是两个中心在这选着 所以这个废太子一日不死 这个君王就睡不着觉 这古代 你比如唐朝至少有12个废太子是被干掉的 我们经常说这个 潘老师电视剧看的比较多 这个 不是 我还想问问王老师 你说 你看你也是研究这个国际局势 咱就拿刚才咱说这问题 金正男之死 你觉得谁有利 谁得利 这你能分析吗 客观上 金正男死是对朝鲜给带来一个变数 而这个变数呢 现在各方都在评估 现在很难看出来谁有利 谁没利 就说我觉得这个事情 他如果不能确定是金正恩的话 他很难说一个刻意策划 很 很 很阴谋论的一个事情 而这个事情的谁干的最后很可能是个谜团 最后这个89%以上就是个谜团 你看当年肯尼迪被刺杀 那么多人一百多人神奇的离奇的死亡 最后也没找出谁来 像这种刺杀是找不出来的 而现在如果说当权者有刺杀有什么事情 那么朝鲜乱了 有人从中取利 但是金正男这么悬的海外 确实并没有太明显的威胁 就是他自己多年前就 实际上就宣布退出政坛了 对 我也是有这个疑惑 就是老说好像他对这个金正恩有多大的威胁 我老觉得他现在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 或者说是 反正你看你就是废太子论 我就认为他就是不可知论 他是一个象征 他是一个不确定的象征 就是那个人死了 他就可以回去 所以这种可能性存在 金正男这个人啊 咱也说咱没法勾勒他的这个人生 但是呢 我看这外界很多人讲 你说这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 因为金正日跟那个影星那个陈慧琳 你看最后影星陈慧琳是死在俄罗斯 对 忧郁症啊 什么癌症啊 什么的 然后呢 他从小呢 不敢让他给这个爸爸 给金正恩知道 对吧 就是说藏着这个孩子 因为好像他他不是当时不是结婚的 这个当时陈慧琳是跟已婚的这个这个金正日 对吧 所以说呢 生了这个孙子呢 好像有一阵小时候还给藏着 不敢让爷爷知道 对 哎 就 但是长大之后呢 曾经被委以重任的 等于相当于咱们公安部副部长做过吧 甚至是国安部门 对 安全部 他做过朝鲜的安全部 安安安安安安 国心要害部门 对啊 对啊 但是后来 哎 听说在日本那什么假护照 给给给给居住出镜 从此之后好像感觉这个人 他曾经自己说 他就是我就是一海外流浪汉 就是他的身世 确实小时候 自己幽居在一个别墅里 什么人亲戚也见不到 最小的时候呢 他父亲近日对他还不错 就是因为第一个孩子嘛 还是很喜欢 那后来因为这种属于庶出嘛 不是不是自己的结发妻子生的 等有了新的孩子之后 就就把那些更更看重了 那后来他就长期在外面留学 长期在外面留学呢 那在金金家 金正日眼里就觉得 沾染了太多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 所以回来 虽然是一方面给他重任 一方面呢 也对他的思想 遗毒 并不放心 所以在他提出 朝鲜应该走改革开放路线 就是在保持自己制度的时候 经济上开放 那提出这个的时候 他父亲就觉得这个 非我足类 就从此就 实际上失去了他的继承权 就是他不是正八经被立为太子 然后废掉 你要说按立太子论的话 金金家他其他几个兄妹在国内同样造成威胁 因为金金家是按血统论 他血统是最主要的 你看你如果按我们按古装大据的话 血统最厉害 他总不能把自己全斩尽杀绝吧 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奥斯曼土耳其 法律有规定 在所有的皇子里面 只要是选中一个太子 其他全部杀掉 这是法律规定 就防止一切作乱可能 在延续了一百多年之后 变得仁慈了 就是一个当了皇帝 其他都给我圈起来 在一地方哪儿也别去 就属于这个永远监禁状态 这是土耳其 这是永久解决这个问题 王冲这个国际问题专家 进入了历史轨道 对 王冲古典主义 古典主义 兄弟相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他们聊 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手段 但是说这个手段咱觉得很诡异 当年要进攻首尔 当年在汉城从地下开始挖洞 挖了个隧道 我去韩国的时候还专门去看过隧道 等于挖过去了 觉得还再不远就要挖到首尔去了 就被发现了 当年像我们刚才看的照片里面 就是金正南的姨 就是年轻的时候也帮他一起照看他 后来就想方设法逃到了韩国 那韩国逃到韩国之后 他的儿子也就刚才照片里 那个大典的那个小伙子 就在首尔街头被枪杀 各种顺利 所以大家都怀疑一定是金正南干的 这个逻辑上是完全成立的 但我的说法就是一定要说这时候 或者有没有证据 或者更多的想一下 大家都认为是的 我们画一个问号 现在主要还是中国人民的想象力这个阶段 我发现咱们的想象力 你看过去鲁迅说过什么 看见什么白榜子 想到什么 就说中国人想象力唯有在这一点上发挥到极致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宫斗 也是反映中国人的想象力 这几天我发现学了很多历史知识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古典主义 你刚才讲了一路 这几天我要看研究宋史的都出来了 说是什么卓影俯升 一个著名的成语说 当年怀疑是宋太宗 就是赵匡印 开国皇帝赵匡印的弟弟 宋太宗 他当时是毒杀了赵匡印 但是现在就是说 这个说法可能是野史 因为他不会去毒杀他 就是说因为本身 说当年赵匡印立国的时候 赵匡印他妈 也就是赵光义他妈 把兄弟俩弄一块 说你看你赵匡印本身 就是弄了后洲的小皇帝 占了小皇帝的便宜 说将来你要儿子继位 咱们又有一小皇帝 对吧 所以 而且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 你完了 你还是给你弟弟赵光义 然后你看这个传承 赵光义完了 说当时据说金魁之盟 说赵光义完了给咱三儿子 但是最后据说是赵光义 毒杀了他弟弟 然后坏了这个规矩 传给了他自己的儿子 我们河南地方戏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地方戏是赵光义 传给了赵光义 这是他妈肯定安排好的 再约赵光义再传给赵光义的儿子 就是他哥哥的儿子来继位 兄弟无间 结果赵光义死的时候传给自己儿子了 没有传给赵光义的儿子 于是在我们河南包拯这个戏里边 老出现个八贤王赵德芳 对 八千岁 为什么八千岁呢 因为赵光义心里边有点愧疚 就给自己侄封了一个八千岁 到不了一万岁 但是因为你是我哥哥的儿子 本来这江山是你的 我给我自己儿子了 这也是啊 这也是古典折子戏主义 继续古典 我们要回到现在 我就看刺客列传 还有李白的侠客行 里面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千里不流行 最后我想起 你说上个世纪 中国最牛的刺客是谁 我研究了 发现是汪精卫 汪精卫 当年刺杀摄政王给关进去 最后竟然给活着出来 里面还写手诗 大家都记得 慷慨歌艳士 从容做楚丘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陈碧君因为这个疯狂的爱上他 两个人 王金卫是当时的第一网红 他的知名度绝对太红 关键是人还帅 比我们三个加起来还要帅 这就又到了刚才说的 你说的那个手段 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朝鲜人的手段 会感到那么奇怪 当然他有便利条件 北韩南韩之间都是同一个民族 语言也一样 不好防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国家的运行的规律啊 我们摸不着的 之所以说他不电 是他封闭神秘 再加上那个权力传自一人 就是爷孙祖传嘛 其实对咱们来说是神秘主义 神秘的 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国家 所以就是 而且他保留这个传统 为什么说要人生消灭 对吧 你写我一本书 我要刺杀 这个我要把姑父也刺杀 因为他跟现代国家的运行 规律不一样 就是你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 现在是分开的 对 我把你废掉了 你下野了 我不杀你 在一个这个独裁的 或者说一个专制的 或者一个古典主义国家里面 你这个讲的好 你下台我必须干死 我才放心 对对对对 你这讲的好